自从季后赛第二轮打完以后,我就被巴克利附体了 说啥啥不对,说胡人胜绝筋,结果绝筋把胡人横扫了 说绿军淘汰热火,结果今天热火抢其击败了绿军 今天上来第一攻,塔图姆就把自己搞伤了 突破上来,热火对文森特倒地 塔图姆落地没站稳,扭伤了脚 这一下对塔图姆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吃牙连队 本来今天他的攻击欲望极强 接下来的回合,这基本都是布朗主打 自己持球进去,也没有选择得分,而是助攻队友 然后第一节还有三分半钟,塔图姆就被换下去了 如果你经常看绿军的比赛,你会知道塔图姆的轮换特点 他基本都是要打满首节的 但是今天是一个例外 还有就是绿军的三分球,今天开局是真铁 有种梦回一巴的感觉 第二节打到十分41秒,绿军三分是11中0 在塔图姆被抢断,然后海史密斯进攻得手以后 热火的领先幅度已经来到了12分 可见今天热火队就是来玩命的 暂停回来以后,白帝又是一记三分打底 好战9分40秒,韩武技化石获得三分向外命中 给绿军开了包 但是热火今天的投篮手感很好 空位基本是个个进 三分球始终维持在50%的命中率 而且塔图姆第一节脚关扭桑,后面的比赛感觉他明显不敢发力 所以绿军始终无法迫近分差 第二节2分37秒,双方的分差依然维持在13分 但是就像我昨天说的,泰子Buff也上线了 阿德巴尔被连吹了两个犯规 半场不到三个犯规 只能提前下场 在下场之前,阿德巴尔的正负值是正四期 一扫过去三场的阴霾,今天打的挺硬气的 最终半场结束,热火队52比4低,客场领先绿军11分 结果半场回来,凯尔特人还是没有苏醒 场上的球员浑浑噩噩噩 场下的替补气得嗷嗷吐血 隔维牙都快咬碎了 但是热火继续扩大分差 两分钟不到59比43 热火的领先已经来到了16分 暂停以后白地来了 先是三分球命中,紧接着又打成2加1 加上之前的进球,个人连拿8分 但是关键时刻,布朗又起义了 又是失误,又是打铁 热火靠着他,就拿了4分 双方死终维持在两位速度分差 但是白地实在是太厉害了 总能在关键时刻稳住局势 在又一次突进去命中以后 帮助绿军追到8分,打停了热火队 等到3分33秒 怀特再次造成犯规,走上罚球线以后 全场喊起了MVP的呼声 但是白地神勇也架不住布朗狂送 单截五投一中 三截打完18中6 还负担5个失误 布朗彻底起义了 再加上热火这边的马丁 简直是麦克尔附体 最后此刻三分命中 外加6底线飘移单拔 个人连拿5分 最终热火领先10分进入第4节 第4节开始前 镜头给到场边的小华 感觉他脸色都绿了 妈的结论布朗 简直是赵高之以扶苏 霍乱朝政陷害太子 他真是有一套 第4节上来 先是一个进攻犯规 又是一个离谱失误 巴特勒快攻爆后得受以后 分叉瞬间来到了17分 卡尔附人战停以后 布朗依然还是天坑 帮帮打铁 以至于他一拿球 绿军主场都爆发出虚声 虚声四起以后 布朗也彻底摆烂了 一对一连老洛瑞都防不了 被灯缓开以后颜色 那之后热火就彻底打开了 谁投谁进 连第三节铁针狗的阿德巴尔都能中筒命中 然后布朗继续失误 还有7分钟 他的失误数已经刷到了8个 阿德巴尔罚球命中以后 热火已经领先到了21分 接下来都是垃圾时间了 绿军主场一片寂静 掉根针都能听得见 最终热火103比84 击败绿军杀进了总决赛 有时候你真是要感叹命运的神奇 结论布朗 他是如此的坑爹 而凯莱布马丁他是如此的神奇 塔图姆第一个回合就扭伤脚踝 巴特勒尔依然强硬坚挺 恭喜热火队 你们真是太神奇了